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那妹子 上节课咱们看了 八种数据类型中的布尔形 对不对 那这节课咱们再看两种很相似的类型 就是整数和小数 那在计算机里边叫做整形数据和符点形数据 记得符点形数据代表的是小数 整形的就是整数 那有的时候这个整数数学里都学过 小时候也学过 那有什么可学的呢 计算机 怎么呢 它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那都有哪些特点呢 比如说 整形 对吧 咱们得注意它的最大长度 那符点形呢 也得注意它的最大长度 另外呢 在 咱们计算机里边使用整数和符点数的时候 怎么呢 不光是有一种十进制的设计方法 还有很多其他的进制 比如说八进制 十六进制 所以这些是有区别的 那咱先来看一下整数再一个人说明 首先大家看一下整形 整数咱们是不是有正数和复数啊 对不对 在语言里边没有无符号这一说 什么叫无符号 符号就正复号这一说 无符号就是没有复数的一说 对吧 所以呢 必须它得有正数和复数 那么整数是在内存里边使用32个0101 也就是32位保存的 咱都知道数据在底层都是用2进制保存的 对不对 那比如说计算机里边如果想保存 我这话记一下 test.pd 看一下 计算机里边如果想保存 它保存hello word 是不是这样的词啊 其实它保存的是不是这些字母啊 h e r r 对不对 哦 是不是这样的字母保存的是这个 而字母是被用阿兹克马组成的 对不对 比如说A对应的是小写的是97 对吧 B是98 C是99 什么 D是100 然后E呢101 F呢 F呢 然后是啥 你还是G G然后呢 H H 那H是100几啊 104吧 是吧 我输出一下 输出一下用一个函数CHR 那个 这块吧 O RD 这块来个什么 H 咱们输出一下看看是多少 Lock Test 104 104 对吧 计算机里边都是这么去存的 H是104 看一下 104 对吧 104 是不是一个整数 一个整数 在内存里边是用32个零零零零层的 就这个 123456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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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所以你想象 一个hello的H就是这么多微存的 那每个都这么存的 计算机是不是所有的介绍存的 内存的 硬盘的 CPU处理的都是001 听着吧 嗯 104 咱们换算上2G是多少呢 2G是多少呢 它是 我简单换算一下 这个呢 应该不属于当peer data 所以我就简单说一下 它是由 是不是128超过了 啊 对吧 但是它没超过64吧 对不对 64 加 32是多少 96 96 96再加8呢 96加 40 这是104 对不对 那这个位是2的0次方 2的1次方 2的2次方 2的3次方 2的5次方 2的7次方 那这块2的4次方 这块是不是就8的位 是1 对不对 然后1632的话 是1 然后 64的话是1 看到了吧 在内存中就是最后几位是010100 存的就是104 对吧 当然这个换算大家不用理解 你只要知道这个现在存的就是104 而104对应的是h h是这个字母算中的一个字母 真的吗 嗯 那能整齐个设在内存怎么存的 对吧 那 它一共有32个存储位 这样说是不对的 一共是31个存储位 最前边这个位是符号位 是符号位 这块什么 1就代表存的是负数 0代表是正数 真正存的是用31位存的 所以最大的数就是2的31次方 听什么 最大的就是2的3次次方 那也就是这里边科教它写的最大值是214783647 这2的31次方对这个存储的一个最大的范围 因为它只有31个0应该存这个值 听懂 你可以算一下用什么 那最大值如果全是1的话 就是1加2加4加6加8加16加32加加在一起的 对不对 2的0次方 2的1次方 2的2一直加到2的3次1次方 加在一起的是最大值 对吧 前面是1是负数 全是1为负的最大值 那负的最大值 当然有个负的价值怎么出来 这条根本 这都是底层的东西 对于它学习 学习程序 知道更好不知道也没关系 听懂吧 是补马加1才是一个负数的 这个我就不会给你去再说具体的底层的东西了 没什么太大意义 那这是负数的最大值 所以呢 你现在只需要了解 整数有正数和负数 听懂了吧 那在内存里面是用32位存的 对吧 然后呢31位是存储位 1位是什么 符号位 对吧 对 而伏点数这个大不行呢 是什么 是64位去存的 是咱们这个空间的 刚才不是32零件 它是64零件去存的 第一位也是符号位 然后用16位 16位去存的小数位 后边的位是存的小数前面的位 就这个关系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呢 大家诚讯呢不用去说去细研究 对吧 了解这些就可以了 那整数除了什么 他说了 除了 有正数复数外 知道怎么存储的 整数生命方法 还有几种 生命方法什么呢 dl非等于10 这是整数 对吧 如果dl非 dl非等于 以0开头了 比如说77 077 这是什么是吧 八进之数 八进之数 这话你什么 dl非等于 以0XX的大写个小写 FF存的 这是什么 这是16进之数 对吧 那我都说 咱生活中不就10进之数吗 其实生活中还不光是10进之数 手表是时间 秒数是不是60进之 对不对 但是那个时间 那60进制 跟计算机那是没关系的 对不对 那计算机里边2进制 8进制 16进制 32进制 64进制是这些 但是平时呢 咱们学整数的时候 你只要记住什么 10进制 8进制 16进制即可 对吧 那我都说8进制 16进制我什么时候用啊 我通通用整形行不行 完全可以 但是学P2P的时候 有一些特定的产生 用不同的进制会很方便 比如说后边上学的一个函数 make 第二创建目录的时候 创建根下边创建一个优色下边的 Hello目录之类的 我给个权限 0755 大家有可能没接触过利宁斯 如果接触利宁斯 就知道0755是给什么 是给所属用户可读可执行的权限 对不对 其他用户5呢就是什么 可读可执行的权限 对不对 对吧 还有足可读可执行的权限 那这个权限 如果你有整数往这一放的话 是不是还得换算呢 非常的麻烦 因为他像这样的孩子 去告诉你用8进制做权限 是最特方便的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该用8进制数 就用8进制数比较方便 听什么 还有比如说16进制数 什么是方便的 像咱们后边会学一些动态画图处理 对吧 分配颜色 好多软件颜色的值是不是都16进制的 颜色是由RGB三种颜色组成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非得把它换成10进制去放 非常麻烦 因为用一些软件提取颜色 提出就是16进制数 对不对 那你直接在厂里边直接就用16进制数 你就不用换成10进数才用了 对不对 直接用就可以了 所以在应用的场合去使用 去使用对应的进制 这是最方便的 听懂 所以整数有这些 但是输出的时候 他们都是什么 比如输出A 输出一个换行 输出B 输出C 看一下 它都按10进制去输出 63 25 也就是8进制 77是63 对吧 16进制的FF是25 16进制 因为16进制数是有什么 0到9才10个数 对不对 然后再有A大F再補上5个数 对不对 所以是0到F组成的16进制数 听懂 具体的细节 大家可以参考其他一些在那去处理 那这里边就去细摆着这些计算机底层的东西了 听懂吧 大家在学一门语言之前 先要先要对这个进制换算 最计算机最记录的东西 给我一些认识 OK 这是整数上 咱们声明上 需要注意的一些东西 对不对 嗯 那如果声明整数超出了最大的长度空间 会怎么办呢 它会自动转向互点数 听懂吧 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变量 你声明超出这个值 比如说这个值是多少 怎么把它拿过来 看一看 这块 声明一个变量A 这是整形的是个最大值 对吧 我VR效应DOMP DOM DOM 你看一下 它是什么类型的值呢 是不是整形的这个 对吧 那超过它 比如说我这块写个 8 超过它 我整个最大值 那你再看一下 什么情况 是不是就变成浮点数了 比刚才说只多了一位数 对不对 为什么就变成浮点数了 因为整形32位的 存不下了 对不对 多出一位的 就会自动转向浮点数去存 用64位就存 对不对 那最大值呢 就是R的64 对吧 是一个很大的值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对吧 浮点数 那浮点数 就是带小数的部分 就是浮点数 对不对 如果在学家语言 或者其他语言的时候 浮点数 不是这么定义的 浮点数也是用四个自己存的 怎么存的呢 小数点后边有一位的 叫浮点数 小数点后边有两位以上的 叫做双净 八部型的 浮点数叫做单净 对吧 那浮点数呢 在别的语言用四个自己存 大部型才用八个自己存 而PRP呢 将浮点数 怎么这个单净多双净度都看成一个类型 就是浮点类型 所以呢 咱们在程序里边经常你见到 Float Float代表浮点形 Double Double 其实也代表浮点形的意思 因为它小数就是一种类型 所以在别的语言分成两个类型 小一点后边有一位的 小一点后边有两位的 知道吧 咱们这个都是按一种类型 就说了 对 浮点数声明的时候呢 最主要注意一点什么呢 当然浮点数小数也有正数和负数 对不对 最主要是它有一个叫做科学技术法 什么叫科学技术法呢 你看 如果输出三千 是不是很多的量 对吧 那 在咱们数学里声明的是三乘以十的几次方 是不是这意思 对吧 那这个如果我想跟你说 说这个值是多大 我还得一个一个零查对不对 但是如果计算机能给我们直接出现这样的情况 看一下 它会自动 三亿十七 我可以直接告诉妹子 什么 这个数是三乘以十的十七次方 对吧 所以三亿加十几 就三乘以十的十七次方 对吧 如果我这块写的是这么写的 零点零三 对吧 那这会就变成什么 三亿减二十二 就是什么 三乘以十的负二十二次方 对不对 嗯 能明白这意思吧 那平常他声明的时候 这是自动转的负点数了 那声明的数也可以 比如说我这块写三 一加五 五 这么也算是声明负点数 三亿加五 就相当于三乘以十的五次方 就是三后边有五个零 那你看 数数的时候是不是三后边有五个零 对吧 他到一定的长度 会给你以科学技术法方式显示 听什么 这是三亿加五对不对 那三亿解五呢 就变成三乘以十的负五次方 那就是零点 零零零零三 对不对 这个不是太多了 才会转了 对不对 三亿解五这块 比如说三亿解三 这就是什么 他们能能转上那种格式 零点零零三 对不对 这种格式 因为太长的话 自动会以科学技术法方式显示 那如果不写一呢 不写加减呢 默认是加号 有三亿三 就相当于三乘以十到三次方 结果是什么 三千 是不是 所以这个加号是可以 怎么的 可以省略的 另外 一定要提示大家一个细节 什么的 浮点数 是一个近似数 不要用等号去判断两个浮点数 是否相当 什么叫浮点数 是一个近似数 看一下 什么呢 用PP程序不太好看出结果 我这里边给大家写一个 JALS块程序 这块 写一个JALS块程序 就是GS程序 因为PP 所有的里边浮点数存在都是一样的 对吧 你看VRA等于0. 就是说等于0.1 等于0吧 然后 高循环 VRI等于0 I小于 小于 10 I++ 我要再循环十次 每次都要A 加等于0.1 说白了这个程序 我就做了一件事 什么事呢 要10个0.1相加 那妹子你说10个0.1相加 应该是什么值 1 对不对 但是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值 10个0.1相加对不对 出锤 你看是不是1 什么值 嗯 跟你说的值很接近对不对 0.99999 可以看成1 对不对 它是无限次接近1 但是不是1 还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 微不足道一点点 比如说8.0 那他就是7.99999 无限次接近8.0 对吧 所以伏点数是一个近次数 经常你加的时候 或者在一些语言里边 经常会看到这个无限的循环 两个伏点数参加 比如说有可能是0.1加0.3 对吧明明是0.4 对不对 特别的0.399999 会出现这样的值 对吧 所以呢伏点数 如果你判的8.0等不等于8 结果有可能是不成立的 有的语言里面是成立的 对吧 伏点数是一个近次数 这些值呢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一个情况 注意事项 反馈的7不是预期中的8 你看这话 这话是不是给举个例子了 对不对 嗯 那这就是咱们 整数和伏点数声明的时候 咱们需要 和以后使用的值的时候一个情况 那需要大家呢作为一些了解的内容 也就是后边的课程中我在声明 比如说声明一个变量等于3亿加8 大家要看得懂值得什么意思 对了吗 和一些处理细节 当然这些东西呢 后期咱们随着课程的讲解呢 用会经常会用到 用的多了 你自然就熟了 对吧 还是像你学字母一样 刚开始背ABCD有点难 对不对 等学一点时间ABCD 对你来说就不算什么事了 对吧 程序的基础语法也是这样的 嗯 好 谢谢大家 那咱们这几课就先到这儿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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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